关于法拉利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法拉利开发的新款旗舰车型 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亮相 坏消息是据说这款旗舰车型将不会引进国内市场 虽然跟咱们关系不是很大 但了解一下还是可以的 法拉利很久之前就在研究这款车了 项目代号F250 还记得去年路边抛锚的那台测试车吗 没错就是它 这款车是法拉利拉法的旗舰车型 所以毫无疑问它就是旗舰车型 只不过动力总成跟以往猜测的不太一样 当时都认为它会继承拉法的V12混动 但事实证明 它有可能会搭载一套全新的V6混动系统 这套动力总成应该是296GTP升级来的 据说总功率将超过1000匹 性能表现将可以超越以往所有的法拉利车型 所以总体来说 这款车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但大概率不会官方引进 而且既然是旗舰肯定会限量 这就代表着国内的玩家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 才能把它整在国内 上千万甚至几千万都是有可能的 希望我的粉丝们给点力 能让我成为国内测评法拉利拉法 继任车型的第一人